然后目前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现在在澳洲境内已经在入读的香港学生 那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关于难民签证吧 在网上有很多流言蜚语 就是说比如说中国政府的坏话 能不能通过难民签证作为一个快车道进入澳洲并且移民呢 好大家好我是澳洲大卫 那上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聊聊投资移民的有关情况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我们特地为住在香港的朋友们准备的这期节目 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要首先说一下我们跟政治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只说政策 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呢不仅是在国内的网站上播放 那还会在国外的油管上播放 所以我们也照顾到更多的群体 那么这期节目呢其实是关于香港跟香港同胞的一些 澳大利亚给出的最新的政策的分析和讲解 这个政策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一本香港护照 以及未来要来澳洲的香港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上的优惠政策吧 对 对我们只聊政策不聊别的 对 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Emily Emily来自GWF移民留学中介 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或者是交Emily的微信了解各个人的情况 然后给大家做出一些移民的建议 这个政策呢就是目前来说 政府其实也没有完全特别想的好 所以他只是简单的出了一个概括的纲要吧 然后目前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现在在澳洲境内 就是已经在入读的这个香港学生 然后呢他就是承诺在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呢 直接给他五年的这个485毕业生签证 普通人只有两年然后呢香港护照持有者的学生呢 他会发放五年如果你现在已经持有毕业生签证的 那就更幸运了他会再给你五年毕业生签证 然后呢就是说所以说现在而且选择在偏远地区读大学的香港学生呢 可以在三年以后获得这个申请永居的机会 然后其他的情况的话就是五年以后有机会申请这个永居 他还是要免满足你的这个所有的品格 还有安全还有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个测试 以后呢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永居了 所以这个来说是不像大陆学生他需要满足很多的什么 又是打分啊又是什么提名什么乱七八糟就没有那些 他就是只是要求你简单的 等于是一个运营的快车道相对快车道 那这个只对现在在澳洲的学生吗 对现在在澳洲境内的学生 如果你现在人在香港的话 那你可以申请学生签证过来也是可以的 只要一旦那个边界解封你就可以过来 那不是一个bug吗 对是个bug 就是说所以说现在香港在香港人在香港的学生的话 你可以尽快地来申请这个 那我可以在这来先上一年的学 可以的只要这个政策不发生变化就可以 但这个政策变化就是随时的 但是大家没有没有 他只是说现在人在境内的香港护照持有者 都会享受这个新的政策 对但是你已经持有临时工作签证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他只是说可以把你的签证延长 然后但是你同时还是要符合你的那个职业清单 还有这个就是市场 劳动力市场测试的要求 就是还是要满足一定有一些苛刻的条件 不像留学生就是那么简单 对 那这五年期间你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你只要定居在澳洲 就是只要好好的生活就行 他没有说要求有工资啊 也没有要求说居住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只要求你这五年好好在澳洲 就证明你想要在澳洲定居 所以这是四八五先生 那四八五先生不跟大部分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 但是香港护照持有者会给你发五年 OK 然后过了这五年 无论你在澳洲做什么工作 或者什么五年之后 你就可以申请 直接申请 他是写的是有机会申请 这个就是一个政府没有想好的地方 因为政府呢 他也是想要赶快的应对这个事件 展示他自己的这个人道主义情怀吧 所以说他五年以后具体怎么转 转的是哪一个类别的签证 他都没有想清楚 他也没有公布 他只是写的是 may eligible for permanent resident pathway OK 那我们再稍微提一下 关于难民签证吧 在网上有很多流言蜚语 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 说中国政府的坏话 然后你被你被咔嚓了 被禁言了或者什么 能不能通过难民签证 作为一个快车道进入澳洲 并且移民呢 理论上是可以操作的 可以操作 这个不太不太 我怕说了有太多人喷你知道吧 就是 前一段时间吧 听说有一个莫纳什的女学生 她就是参与了这个 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些 不太好的事情的话 他们就是会通过这个 心机的这种做法 然后呢来申请这个 这个澳洲的人道主义签证 然后他们会在自己的这个申请当中 就说就是包括配合一些图片 然后说自己已经在 就是已经与什么中国共产党为敌了 然后那么之类的 如果回去的话 中国共产党会对他们 还有他们的家人 进行一些类的这个 这个 不和 对对 然后呢就通过这种形式来申请澳洲的 这个 人道主义签证 但是据我所知 这几年了 这种理由用的太烂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些中介吧 反正就是有一些中介 确实就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他就收取非常高昂的 这个移民中介费用 然后帮人家就是 杜撰这些 这些就是怎么受迫害的这些经历 然后来帮大家拿这些人道主义签证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正常的情况下 你最好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 去拿这个PR签证也好 或者说是 你其实哪怕真的是花个钱 想想办法 门路怎么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你通过骂自己的祖国来拿这个签证 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行为吧 这种case我们倒是不接的 反正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存在 我就纯属就是说 消息的分享吧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也可以加Emily的微信 在我的置顶评论当中 好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谢谢 其实就是这些 就是这种在政府没想好 就只是出了这个政策 它没有具体细则 对 这个不过了 我觉得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会被骂的 这个算